站在最高的顶峰上 将美景收入眼帘 是大多登山者所追求的成就感 尽管如此 有些山脉却对登山者的技术或心态 有着极高的要求和坚持 尽管有敏捷的身手 放得了悬崖峭壁 但大自然的因素 如气候、海拔等 也是登山者必须面对的考验之一 部分山地地形凶恶气候恶劣 时而枪风、时而暴雪 有些山脉每块步都有雪崩和延时坠落的风险 路途的颠簸绝不是一般走走山路般轻松 考虑到这些风险因素以及登顶的成功率 今天小编就带你们去看看 世界上五座最难征服的山峰 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人挑战成功吧 这是一个带你上山下海的频道 想要在十分钟内就可以了解各种趣味冷知识 那就不要忘了订阅我们 打开小铃铛 将世界之罪每周一晚上准时更新哦 第五 爱格峰 最危险的山并不总是最高的 它距离海平面仅有3970米 但却是挑战性十足的山峰 爱格峰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脉 是少女峰及曾绿峰东部延伸的拳峰之一 与其他巨大的山脉相比 它看起来确实不起眼 容易让人产生想征服它应该不难的错觉 但是千万别让爱格峰的大小所欺骗了 爱格峰北壁其实异常陡峭崎岖 其中一部分是垂直落差直达1830公尺的石灰岩壁 平均波度达到了70度 就连冰雪也无法堆积成功 所以发生落石和雪崩的几率非常高 加上日照低的关系 气候条件更是非常严峻寒冷 在攀登上就显得更为困难 穿越北壁有着极高的难度和危险性 许多登山者在试图通过攀登爱格峰时不慎丢失性命 而被攀岩界称起为杀戮之强 1858年8月两位瑞士登山向导 和一个爱尔兰登山家是首批称服爱格峰的一群人 过去了160多年仅有700多名登山者挑战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的电影《北壁》 就是改编自1936年德国青年挑战爱格峰北壁失败的故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 第四 干城张家峰 随着先进的登山装备越来越普及化 充实登山活动越来越安全 但这座干城张家峰却还是那么的危险 1990年之后每100位登山者中就有20位回不来 那么这座山峰为何那么危险呢 干城张家峰是世界第三高峰 海拔8586公尺 也是印度的最高峰 根据干城张家峰过往的记录 可以发现登山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罪落山崖 干城张家峰地点过于偏僻 要搭达山脚的大本营大约需要两周的时间 所以在开始攀登之前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途中除了有许多短途的技术攀登 还有几段路必须在旋垂的冰川和随时可能倒塌的雪塔下方行走 当然登山者最不想遇到的就是雪崩了 超过波度45度非常陡峭的路段不仅累 还让登山者的精神藏时间紧绷着 据了解在4号营地上方这段陡峭的路段 正是让许多成功登顶的登山者正在返回途中化罪 要记住的是顶峰上并不是终点 危险将一直持续到成功下山才算结束 1955年至今仅有243人成功到达顶峰 可质感挑战攀登干城张家峰的人其实并不多 第三,南加帕尔巴特风 南加帕尔巴特风是世界第九高峰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 海拔8126米 由于发生过许多次惨重的山难 所以被人称为食人风 The Man Eater 雪崩是南加帕尔巴特风大多数登山者最知名的主要原因 由于温度太低 登山者们绝对不会选择冬天挑战登顶 除此之外 这座山的南面是世界上最高的岩壁高达4800米 它也被称为Ruple Face 1953年7月 奥地利登山者经过了很多次的尝试后 终于成功征服 成为首位登峰者 据当时的记录 已经有31名登山者在此之前遇难了 由于其高危险性 攀岩界中敢挑战南加帕尔巴特风的人 不算太多 在80和90年代期间也曾传出几次登山事故 而近几年的悲剧则发生在2017年6月 当时有两名登山者在该处失踪 而2018年1月 一名波兰登山者也在潘帕中不幸遇难 根据统计 南加帕尔巴特风的遇难几率为22% 正是不停发生事件 所以当地人也称之为悲剧之山或恶魔之山 第二 K2乔格里峰 被国际登山界通称为K2的K指的是卡拉昆仑山 K2是指该山脉被考察的第二座山峰 又称乔格里峰海拔8611米 乔格里峰虽不是世界最高峰 但在登山界里是被公认为数一数二最难攀登的山峰 其攀登遇难的几率高达27% 根据记录1954年有两位意大利探险家首度登顶 他们从巴基斯坦一侧沿东几登顶 飞时将近100天后才抵达 虽然每年约有500人登顶珠穆朗玛峰 但K2有时一整年都无人成功登顶 他的绰号是登山者之山 因为只有精英中的精英才敢试图攀登这座山 不久前2021年1月16日 有10名尼泊尔登山团队也顺利登上了顶峰 创下人类首次在冬季登顶这座山峰的记录 乔沟里峰登山者要在恶劣的天气下迎接雪崩 在陡峭的斜坡攀登已经很困难了 更糟糕的是 有时还会遇到岩石滑落的事故 随着海拔渐渐升高 难度也越来越大 一路上几乎没有适合的地面建造营地 登山者还必须注意可怕的高原反应 这些种种的因素促使他成为登山者 梦寐以求想征服的目标 第一,安纳普尔纳一号峰 安纳普尔纳一号峰是世界排名第10的高峰 但却是全世界最难攀登的山峰 它位于尼泊尔北部喜马拉雅山脉 海拔高达8091米 与珠穆朗玛峰不同的是 它只吸引那些顶级登山者 他们通常是各种登山比赛的常胜军 但遗憾的是 其中的三分之一自挑战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安纳普尔纳山脉的主峰也叫安纳普尔纳一号峰 记录中一共只有191名登山者成功征服 而在这座山上遇难的登山者高达72名 这让他成为世界第一致命的山峰 在1950年首度登顶成功后 接着的20年内再也没有任何人攀登成功 几个难度非常大的路段极度考验登山技术 在通往顶峰的路上 登山者必须在不平衡的冰墙行走 而且冰块随时可能会崩塌 在如此寒冷的高海拔地区 登山者也经常会出现高原反应、肺水肿等疾病 值得一提的是 最先登顶的是来自法国的两名登山探险家 因为在宫顶前丢了手套 导致两位登山者失去了大部分的手指 我们赤手空拳前往的安纳普尔纳峰 是留给自己余生的保障 有了这个认知 优如翻开人生的新篇章 新生活已开始 这正是登山家 Marie Terzo在书里留下的一句话 也许这就是登山探险的意义吧 好了如果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就欢迎分享、点赞和订阅频道 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一起再出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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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